哈喽,只要继续往前走,推开门就是左边茶水间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259集 你现在在转值值押转换的这个议题上面挣扎着吗? 到底要放弃自己已经投资耕耘已久的领域,投入全新的跑道吗? 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究竟是冲动的? 是或不是,又要怎么样放手一搏踏出那一步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吐斯利亚的执行长Joy来聊聊很不一样的主题 过去一直都是舞蹈班和艺术产业的Joy 因缘际会接触了餐饮业的工作 性格外向又喜欢斜杠的他,在人生中挣扎了很多年 究竟呢,要投入自己从国小就已经开始耕耘的舞蹈产业 还是要转换跑道,做出大幅度的改变 那我相信呢,这段历程是许多人 也可能是现在的你正在经历的疑惑点 所以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中呢,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 Joy她不但layout出她每一个时期的契机转变 也把各个阶段所遇到的困境跟领悟都逐一列出来分享 包含她是怎么样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走的是哪一条路 以及她又是如何真的跨出那一步做出大型的改变 我相信呢,对你而言是会非常有启发性的 那这一次呢,会是我最后一次分享我们茶水间五周年生日消息的活动了 是的,每年的六月呢,都是茶水间的anniversary 那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五岁了 哇,我自己也觉得个人品牌做到五年 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好好庆祝的一个里程碑 那每年的六月呢,我们都会举办一些大型的欢庆活动 今年也一样,我们做了Burn Your Life个人品牌课程的限定工作坊 那这次的工作坊内容真的是大放松 因为它是我从来都没有在外面分享过的主题 那就是怎么样去凸显你个人品牌的核心价值 打造有感品牌 解决你自媒体一直没有特色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工作坊大约90多分钟 那你绝对会发现个人品牌的方向跟清晰度 在上完课之后有很明显的提升 尤其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场嘛 因为这个会是已经接近六月底了 所以我收到很多学生很棒很棒的feedback 就说其实这些问题都不难 但是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想了之后呢 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核心价值跟品牌的愿景是长这样 就有一种当头棒喝跟恍然大悟的那种领悟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你在自媒体的这个生态中已经打转了好一阵子 然后总觉得自己的品牌定位很模糊 主题太过发散 太过笼统 我相信这个工作坊绝对能够为你带来非常有感的改善 那要注意哦 我们这次的工作坊在做一个新的尝试跟挑战 就是我们是用直播的形式 而且我们不会提供重播 再说一次哦 这是没有再提供重播的 所以如果说呢 你对工作坊感兴趣 你可以回到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找到报名的连结 你现在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只剩下最后两场了 最后一场呢 会在6月30号做结束 所以邀请你尽早报名卡位 才不会额满 那在工作坊的最后呢 我们也有一个五周年的神秘小礼物 会offer给你 所以如果你对个人品牌经营感兴趣 在今年呢 想要boost你自己的品牌成效成绩的话 邀请你呢 一起来共襄盛举 互相学习 那最后呢 这里要先跟你说一声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 他当天呢 似乎有点感冒 然后再加上麦克风 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来宾的杂讯是比较重的 收听上面呢 可能会比较吃力 真的很不好意思 还请你多多的见谅 不过相信我 内容呢 是非常有料 而且也很有启发性的 所以我相信你会喜欢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Joy 今天呢 非常非常之开心 能够邀请到Joy 来到左边茶水间 我相信听众可能不认识Joy 但是或许我说出一个名字 大家就会听过 大家就会知道 那就是土司利亚 Toasteria Toasteria是一间餐厅 我之所以会这么兴奋呢 就是因为它是我 大约从高三开始 一直整个大学时期 都非常非常非常之喜欢的一间 异国料理店嘛 我们等一下会请Joy 好好的介绍一下 Joy现在呢 是土司利亚的CEO 执行长合伙人 也要非常感谢 女类新生的And 帮我签线 就是我们那时候 一起到台中 办签书会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土司利亚在台中 开幕了一间新的分店 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基本上呢 是吃土司利亚长大的 我很喜欢跟我朋友这样说 有什么活动的聚会啊 或者是有朋友 有外国的朋友 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go to 永远都是 那我们去吃土司利亚 然后我还爱吃到 就是把我的高中 大学同学都带去 我甚至还有私底下的同学 就是开始也在那间店打工 所以我跟这间店 算是蛮有缘分的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哦也许我有一天 会有这个机会 来访问到土司利亚的 合伙人 所以呢 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也欢迎Joy 来到我们的录音室 线上的现场 哈喽 嗨 Zoe 嗨左边 小学店大家好 我那时候到了台中店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去店里面用餐嘛 我真心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土司利亚当然是很好吃 所以我才会吃了这么多年 但是台中店的那个店啊 超级无敌之美耶 就是很完美打卡店 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我们今年第14年的一个新的作品 终于跨现世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Joy也在土司利亚待很久 对不对 对我跟你一样 吃土司利亚长大的 其实一开始 我是认识我们 我的老板Tomer 土司利亚在2008年的2月的时候 开幕的时候 我是座上嘉宾 开幕party去吃饭 我是大餐 大一就有在星巴克打工 所以那时候Tomer就有问说 那Joy你可不可以来 帮我做咖啡啊 学点餐啊 帮我们一下 因为我们真的很忙 因为你有星巴克的经验 对对对 其实一开始有点像是 纯粹去帮好朋友的忙 同时间在读大学 因为我自己本科是学艺术的 学跳舞的 在当时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副业 不论是在教课 接案子 表演 然后同时还有准备我们大学的壁志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是误打误撞 因为我一开始会去星巴克打工 也是因为我学武了以后 很想出去外面当舞者 高三毕业了以后其实我就有去纽约 那一路到每一年其实暑假我都有去 自己以前就是英文程度就是没有很好 所以我那时候自己去纽约的时候 我是带着一个快意通去 然后反正不会的字就用中文按翻译给人家看 哇快意通 所以我其实去星巴克打工的时候 就是因为想要边学英文 因为在星巴克我们都说大家要叫一个叫 就是只要看我们要点什么 你就要喊给爸台听 然后以前就觉得哇 星巴克的店员都要讲英文 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那也因为我在纽约去了蛮多年 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在台湾可以先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美式文化的企业 如果我去美国当舞者可能要打黑工的时候 搞不好就可以去当地的那个星巴克 所以当初是因为这样去星巴克 那后来因为刚好投资亚给我的这个机会 那我就觉得反正我也是希望可以学英文 然后我也是可以学餐饮 未来如果去国外 我一样可以做餐厅的工作 因为我就是可以养活自己 所以我讲好那图字亚问我 那我们就去吧 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 你其实还是有一个未来想要当舞者的梦 可能去专业舞团的梦 同时间就是在图斯利亚上班 可能增加一些英语的经验 然后可能餐饮业的经验 我的想象是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转捩点是 你要继续往你的舞者的这个生涯继续发展 还是要选择餐饮 我其实在图斯利亚一路上次从第一家店到第二家店 我们的师大店 在店里久了大概一年多 两家店了嘛就需要有主管 那我们老板也有问我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其实也是因为就觉得这个不是之前尝试过的 所以我就觉得那反正边试的同时 因为你当主管相对的薪资啊 或者是时间啊 其实都是更弹性 而且是更游温 那我就觉得那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方向 我的老板其他当初来台湾 也不是因为要开一家餐厅 他是因为他是要来台湾就是发唱片的 所以他其实很理解 他其实从那时我就知道 我是对未来要当专业舞 这条路是非常的执着 而且很坚持 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的确大学毕业了以后 然后也在主持存了一笔钱 冬天的时候通常是欧洲开始 征选舞传的时候 征选整个夏季 所以我就大概在冬天的时候 去了欧洲三个月 大概六七个国家 一个人自己去 我自己去 但是同时间有大学一起毕业的 两三个同学 有些欧比选的时候会遇到 也要去征选的 但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舞风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有点像真的都是自己决定要去征选哪个舞团 那你就会因为你 这整个三个月你要去征选的舞团不同 你要你的locate要去的地方都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行程就是全都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偶尔会遇到同学或者是学长姐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 因为我从大概国小就开始学跳舞 高中就考上北一大先修部 所以我对于要跳舞这件事情 当舞者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是 应该是说从小时候的梦想 那一路一直去 当时我在东德 这样让东边很冷 然后那时候在我第一学的时候也遇到 下大学然后被取消我的征选 然后也有征选上了 他跟我讲说复试要两个礼拜后等大学停 再也有拿到给我的offer可以当intern 或者是呢 他也写信给我说 希望我可以再约一个时间单独的回去跟他们谈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两个多月里面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一直拍跑去 那我就一直面临到学着说 跳舞这件事情当一个专业舞者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我要的 可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当舞者这件事情 而自己出国从17岁去纽约 18岁也去 19岁也去 一直这一段期间 我觉得那个梦想对我来说是 很明确的目标 那当我自己开始 拿到offer的时候 跟被问两周后 我要你call back 可能原本的行程会完全被打乱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要选择 因为我必须要选择 哪一个到底是适合我的 可是在我们的时间我就发现 其实这场头到尾好像是 因为我们的学长姐每一年都会回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出外考舞台 或是当职业舞者的一些心酸词 或者是好玩的地方 风光的地方 漂亮的地方 因为毕竟我是表演艺术工作者 我们是喜欢掌声的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原来 也许那样子的喜欢掌声或是那样子的舞台 好像不是我自己想要的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人在欧洲 所以我有点很像在 就是告诉自己 你人都已经在这了 怎么可能是不会是你想要的 然后我就一直在 城市跟城市之间 国家跟国家之间 我坐火车的时候 我都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坐飞机的时候 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可是因为我不敢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老实说 在那个当下 因为你从国小就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啊 因为这整条路已经十多年了 你就会觉得不可能 怎么可能这件事情 好像不是我那么热衷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 第一次面对自己 尤其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是一个人 毕竟以前都是团体生活 你不论是在公司 在表演 在学校 都是团体生活 所以其实很少 自己可以跟自己对话 那我觉得 那个时候的一个人 去的audition 加上 音错牙叉的一些offer 或是征选 或是callback 都让我自己 在那一段时间 其实成长很多 然后我就发现 天啊 在完成的是 我学长学姐的梦想 我能不能够再细追一下 就是那时候有什么样的线索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理的感受 让你觉得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呢 它是你觉得很辛苦 然后你觉得很不耐烦 还是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过去以前网细网路不是这么样子的 发达的时候 我们其实你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你只能靠出国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 我们在台湾看得到自己学长姐回来 或是去表演 听看表演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别人长什么样子 跟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同才 出国以后我发现 真正的专业舞者 其实他是需要非常非常专注 包括只在一件事情上 那个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 就像画家可能是用画笔 来呈现他的作品 那其实舞者这件事情 专业舞者 真的就是用自己的身体 你要不断的练功 你要自律的同时 爱表演的同时 你要确定你自己真的是专一 所有事情要回复到 真的是身体本身 可是因为我不论是我自己的个性 我很外向 我也很喜欢产生新的东西 然后也对于餐饮业 比如说我可能天天要遇到客人 或是我要跟团队一起合作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棒 当然我觉得所有的表演 表演其实也都会需要很多合作 不论是跟剧组 跟灯光师 跟编舞家 跟你自己的团队 可是因为当舞者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最终 其实会想要当那个读舞者 对 我觉得我来说会比较内敛一点的 然后比较 孤僻回到自我一点 对 它是一个崇高的荣耀 但就是身心合一的那个moment 对 我觉得其实跟我的个性有点不一样 然后又加上到了欧洲 我看到有真的好多好多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非常非常优秀的舞者 然后你看得出来他们 就是那种职人的专业跟心态 我就觉得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 我就斜杠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我大概18岁开始 其实我不论教课也好 或是编创表演当秀道 然后呢也有在 这里面是摆摊 卖衣服 金巴克那个时候其实就比较专注 就是分的比较是艺术类跟餐饮业 我看的这么多 我就发现 其实我想要学的是更多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落差 我觉得我就问我自己 如果已经发现这个的不同 那我到底要放弃 我原本已经根据了那么久的 十多年的舞蹈的这一块 舞者的这一块 还是其实我要拥抱 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挖掘的 无论是餐饮也好 可能接下来有更多 未知的一个不一样的领域 所以你那时候有这样的领悟 觉得那可能不是你自己的梦想 不是自己想要的 你决定回台湾 可是你回台湾 好像也不是 马上放弃舞团是不是 还是你是回去土司利亚 然后同时继续跳舞吗 对 这个后来的故事是什么 台湾当然还是有很多 不错的机会 所以我还是持续的教课 在台湾的舞团是吗 我在台湾 我就接 就是有点像是 接表演 接音乐剧 所以当时还有一次 是跟那个 许慧欣 他们就是我们在台湾 有一个Anything goes 就是一个全英文的 一个音乐剧 然后当舞者 那其实回来的时候呢 主持人后来就开始 开了第三家店 所以呢 我就开始也同时间 一边是管理的三家店的伙伴 然后另外一边呢 持续接表演 教课 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演出的秀道 其实也维持了三四年哟 我觉得很佩服你的原因 是因为你很斜杠的 在从事很多事情 重点是节奏很快 也就是说 我听得出来土司利亚 发展很好啊 就很好吃嘛 所以店一间接着 一间开 然后你就是从打工 然后到店长 然后到 你开始管很多家店 然后到总经理 可是同时你又去 维系自己的表演 跟跳舞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各个领域 需要的技能都很不一样 就是管人是一回事 把你餐饮业的专业做好 可能咖啡这类的做好 也是一回事 舞团当然是另一回事 我很想要知道你怎么样去学习 这么不同职位所需要的技能呢 舞蹈这一块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等于是延续我自己原本的 还是有点不甘心 不愿意放弃舞者 跟表演艺术的这一块 在土司利亚的管理的 营运的上面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间 真的都是做中学 因为我就发现 其实我在团队里面 我可能每天都要面试 我面试伙伴进来 然后原本的元老们 就开始陆续的离职 所以我就一直面临到 为什么我每天都在面试 或是每天都有伙伴来制作 你可能留不住人这样子 对我就发现 其实好像从过去的经验 学习这件事情 跟我用以往的管理的模式 其实我应该没有办法 带领着我现在的 这个五十几个人的团队 因为我刚好演出结束 那我就发现 奇怪我既然有这么多的时间 可以给我的另外一个 斜杠的舞蹈这边 跟教课这里跟表演 那就代表 其实我没有很专心 没有很专注的 在管理我自己的餐饮的团队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 照妖镜 你就发现了 其实两边如果都要做 其实都可以做到更好 可是时间它是支持这个24小时 那后来我就跟了我自己的 当时的很好的同事 就跟他们讨论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支持我 就是做表演艺术 可是同时间他们也 他们觉得管理啊 他们也更需要我们重新来整顿 所以我就开始从大概七年前 开始找很多的课程 对外的课程 不论是人资 无论是理财 营运 行销 所有的任何课程 带人啊 管理啊 面试 所有只要跟管理相关的 我都立即的带着团队 一起去报名 一起去上课 那在整个过程中间 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 所以我就势必要割舍 舞蹈的这一块 那当时我自己也觉得 其实舞蹈艺术这一块 好像就真的可以会是我的心去乐 可以让它变成是我还是一样 可以持续在做 可是它不会是我经济的收入 或是被动收入的另外一个来源 那其实在那个时间也很难 因为其实舞蹈的收入 其实都还是不错 尤其老师跟秀导这一块 那我后来就觉得 其实这个抉择也更让我知道 我的接下来的可能十年跟二十年 我要做的其实就是餐饮的管理 因为我决定要把舞蹈这一块放下来了 然后我要用我所有的剩下的时间 投注在学习 跟我要如何变成一个更好的 当时没有想要会变成合伙人跟执行长 所以我当时就想 我只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 我总经理 变得更好的一个joey 所以我就决定 那时候等于有点像是重返 回去上学 回去学习更多东西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需要勇气的转捩点 就是 OK我决定放下舞蹈这件事情 然后去投身于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 就是真的 好像开始commit to it的那种感觉 我想要听听看 它是一个某一天晚上洗澡时 你突然之间觉得 好就是这一刻了 我要放下舞蹈这件事情 不是说全部放下 就把它变成兴趣 不再是我的重心 还是它是一个经由很多个月 跟朋友聊天讨论 然后跟家人一起协议 而做出的决定呢 其实是日常之前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都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我要去教课以前 以前我就很有热忱 然后你就会想说 今天要编什么舞 听到什么歌 就觉得今天来编上这一支舞 我后来就发现 比如说我要去教课以前 我都会开始 今天好不想去 然后你会开始想说 那要不要找自己好朋友代课 日积月累 我就发现我现在教课也是这样 秀导也是这样 有很多来问我说 要不要接表演 我可能都会说 不行 我认为我投资人很忙 我就发现 这个就是种种的 这些提示在提示我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 我现在真正想要投入的一个职业跟工作 跟我的接下来的目标 那当然我那时候决定要离开舞蹈这一块 艺术这一块的时候 毕竟我爸爸妈妈其实花了很多的心血 花了很多的钱 从小栽培我长大 让我去学跳 让我可以出国 不要那么的担忧 单纯只赚自己的零用钱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所以那时候决定要离开艺术界的时候 其实就回去跟我爸妈说 我记得我永远都记得我妈 那时候就有跟我这样说 什么都已经栽培你都毕业了 你都已经毕业了 而且现在也很棒了 为什么你要决定要放弃舞蹈 你放弃舞蹈 你还要去做餐厅 餐厅是劳工 是端盘子的工作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反正是更下一阶 就是我妈那时候就是讲 我记得没有很好变化 我就想说天哪 就是这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母亲跟我讲那样子的一段话的时候 我其实印象很深刻 然后当然也会很害怕 没有达到我的家人的期待 还是希望他们不要担心 不要为我自己未来的生计担心 或是我未来想要追求的梦想担心 因为毕竟曾经告诉他们我的梦想 是这个很坚定的 这个后来也改变 那时候我记得我就问我妈说 那我可不可以邀请你跟你的姐妹们来我们 那时候的四大点 你来一下 你来看一下我的工作环境 我也想要介绍我的团队 跟介绍我的老板跟认识 那你看一下 就是你想象的餐饮业 跟我现在在做的餐饮业 应该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妈她们就姐妹们就来了 然后也真的看到 其实不是她想的那样 以后 现在我妈其实还蛮开心 很常跟人家讲说 她是那个东盆权的那一整栋 蓝色那一栋的 我女儿就在那边当核果园 跟那个VOLA 这个角度好像很夺妈妈的心 就是主动邀约她不要害怕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土司利亚 我们有家庭日 我们的伙伴只要加入我们三个月以后 我们都会免费招待他们 邀请他们自己的家人 就是五个人总共一起来 我们店里用餐 然后整桌我们招待 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店经理 或是我们的当班的食班经理 亲自的为他们服务 就是想要让伙伴的家人 也知道说 你的小孩其实在这边工作 不要担心 我们都会照顾她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土司利亚的文化 因为我觉得 那个已经成为是一种 我跟朋友之间的聚会地点 就是不知道吃什么 不知道去哪里 你就会去一下土司利亚 我还很喜欢的一个点 是土司利亚的文化 我觉得是那种小巧思 就像是我可能会常常去 然后后来我也有朋友 就直接在那间店打工 她或许的确也只是一个服务生 可是每一次 就是她都会有一些招待 就是认识的人 然后她就是会招待 除了招待之外 她可能还会特地 例如说她招待的是一个 起司蛋糕 巧克力蛋糕好了 她还会就是用巧克力酱 在上面写Zoe之类的 就是她会做很多很多的小巧思 然后其实她也不是那个做菜的人 她的职位也不高 就她也不是店长还什么的 可是她可能会愿意去 跟做蛋糕的那个糕点师说 那一位是我的朋友 你能不能够在上面帮忙写一个字 就是跟她说一下 就是整个餐厅的氛围 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很很有活力 然后你在那边你也会觉得 你买的不只是一种 你买的不是食物 你买的是一种体验 你买的是一种回忆 就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还记得 我最常去的是那个中校 就是东区那一间 离我们家比较近一点 所以我都会记得 我一定是做 喜欢选窗边的位置 然后几乎每一任男朋友 都跟我吃过吐司丽啊 就是约会地点 是一定会去那边的 然后永远都是选 那个某一个角落的窗边的位置 这样子 然后可能也会跟朋友说 我今天要去 然后帮我留那个位置 所以等于说你在 你的回忆里面 就是有这间店 那我那时候 我其实没有意识到 可是你现在想起来 我才觉得 其实你们整间公司 好像都有在做一些 有点像是改变餐饮生态 改变餐饮文化的一些计划跟做法 所以我也想要请你就是分享一下 你们做了哪一些尝试啊 哇 刚刚Zoey 刚刚是讲得很 让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我很希望 可以改变的原因 是因为以前的我 就是因为我会上班八个小时 正下的八个小时 我会去上课 我会去跳舞 我会去教课 我会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那个时候呢 是14年前 其实就是这样 可是在14年前的台湾 我老实说 所有的餐厅 好多好多 其实都是双头班 双头班的意思就是 有些餐厅 它可能只有中餐 跟晚餐的时候有营业 所以在下午空班的时候呢 它就会让它的员工休息 可是这个休息是没有吃心的 那这个对我来说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一直以来 因为我就拥有着 上班八个小时以后 下班我可以做另外八个小时 我自己的事情 如果要我上双头班的话 我的整个十二个小时 其实都在公司 可是我只能获得八个小时的薪水 很不合理的 所以也就因为这样 在吐司利亚 我们基本上都是一头班 但是我们很鼓励 我们自己的伙伴 有第二专场 第三专场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公司是 过去这14年 跟接下来10年的计划 就是我们想要让地中海的生活态度 成为台湾人的新选择 因为在台湾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像日式 或者是韩式 或者是美式 那其实对地中海 大家不是那么了解 这个是我们自己公司的愿景 所以我们当然接下来 就会想要去不一样的城市 去拓跌 或者去做不一样的规划 可是对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回到我 自己是很希望 我的团队可以跟着我一起 改变台湾餐饮业的一些陋习 然后我们可以让餐饮业 可以让大家都觉得是 我们可以被尊重 你是一个餐饮业人 不论是厨师也好 Bartender也好 你是外场的服务生 你很会察言观色 你很会都客人笑 你很会跟客人互动 这些都是很特别 很棒很棒的机能 所以我们其实也因为这样子 就做了很多 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改变 然后这个改变 其实就真的是 从我开始书局外面上课 大概六七年前开始 现在我们很多伙伴 都自己书局外面开餐饮丁 我们都还是好朋友 疫情经验也互相相提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已经是开始在发芽了 如果我的打听正确的话 我记得土司利亚 每一年都有五六百堂课程 就是有点像是内训啊 或者是你可以进修的课程 可以让员工去上 就是我那时候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很震惊 因为我相信六百多堂啊 就是它应该面向是蛮广的 它可能就是超越了 餐饮这个领域啦 可能还会有沟通技巧啊 世人的技巧啊 管理技巧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制度 非常非常的有趣 它也是你说 大概在六七年前就开始 你开始执行的这个新制度吗 在一开始六七年 跟着船队出去外面上课 想要把我们自己的所学 交给我们自己现在的伙伴 会到六百堂 其实也因为在2020年的 疫情发生了以后 因为没办法嘛 我们餐饮业其实只剩下外在外送 当时我大概有90多个伙伴 其实很恐怖 压力也很大 每一个月我们没有采任何的伙伴 然后我们所有薪水都全部造发 在那一段期间 可是我就想说 我坚信着 接下来整个产业一定会反弹 所以我就相信 我们只要花更多的时间做培训 不要停止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在我们接下来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要再拖更多的 电点 我就会需要有更多的餐饮人才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 2018年我决定不要用空降的主管 所以现在如果您都以后是 大家听众 我们有来到吐司比亚 看到我们的主管 他们全部都是我们一手栽培起来的 那也因为这样 就需要给他们很多不一样的课程 课程可能有品酒园艺课 因为我们自己团队里面有好多好多外籍人士 跟我们也有很多外籍的客人 所以英文课当然是一定要的 然后有些小小的理财啊 读书会啊 生活平衡啊 这个什么 就是要放松肌肉 肌肉 哦因为要端 端很重的牌子 这个我也很impressed 对啊 还有脚啊 对 就是很多很多课 可是当然有些课他们喜欢的 我们就每一年都会有 有些课他们不喜欢的 我们就慢慢淘汰 还有当然面试的课程 沟通的课程 他们都要带伙伴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人格特质的 教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些测验 所以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玩 然后我们就想要也让他们有点像是 复制这些成功的一些道理给他们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在过去 也编出了整个一个在土地亚的一个学习地图 也因为这样子 编出了大概五十几堂的不一样的课程 然后都是有简报的 也因为这样其实就看到伙伴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面貌 我自己在这样子的学习过程中 跟分享过程中间 其实从他们身上也学到非常非常多 我其实觉得这一段分享特别感动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跨世代的一个gap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还是存有 社会上蛮多人会认为某一些工作是比较好的工作 然后某一些工作是可能比较低等 就等级比较低的工作这样子 可是你刚才听你就会觉得 土思利亚其实整个企业的文化是 你可能人进去 你可以学到很多事 你在其他公司上班 你要自己额外在下班之后去进修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餐饮业也好 然后我相信很多其他的产业也好 有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职业本身 而反而是整个企业 还有这个公司的文化 就是例如说愿不愿意共享 愿不愿意栽培 我觉得这个是蛮感人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也 我也很希望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 就是介绍更多像这样子的公司文化 甚至让听众知道 我们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我一直都在讲 我们可以来做个人品牌哦 但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找到一个 像是这样的工作 主管那么愿意提拔 那么愿意栽培 我觉得你的人生 你的生涯规划 你的职涯规划 其实也是可以被发展得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非常感谢Joy今天的分享 那我现在呢 想要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我认为的理想生活 我可以在餐饮业 因为我们这些信念 然后我们的相信 我们想要改变餐饮业 不论是起薪也好 或者是福利也好 我也希望这样子 可以让我整个所有的团队 现在他们未来 在餐饮业里面都可以更好 那理想生活回到 我觉得还是一样回到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原因 其实因为自己现在有小孩 那我也很希望 小孩哪一天长大了 他不论要从事哪样子的行业 今天大家都不会因为他的选择 而去有不一样的眼光 那这件事情其实说大可大 说小可小 可是对我的理想生活 还是会回到 就是照顾好我身边的所有人 只要把他们照顾好 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自己很有成就感 非常谢谢Joy 今天就是特别抽空 来到左边茶水间 我真的非常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你 然后我觉得 我刚才在跟你讨论的时候 我脑中有蛮多蛮多的想法 就觉得 诶 图斯利亚搞不好可以跟左边茶水间 一夜合作 我们未来办活动 非常适合班载 就是台北也有点 台中也有点 欢迎 就可以继续保持联系 然后有更多的合作 绝对没问题的 欢迎欢迎 谢谢Joy 辛苦你了 我今天跟你聊得非常的开心 谢谢Joy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出身的Joy 从18岁呢 就开始作为专业的舞蹈老师去教课 那他大学的时候半工半读 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国际舞者 在舞台上面就是做歌舞剧的表演 因此呢 他当时就是特别想要去寻找各种 可以加强英文口说 就是国外歌舞剧的一些机会 后来呢 他因为觉得星巴克可以加强英文的口说 所以开始在星巴克打工 然后因缘际会的认识 当时就是开Toasteria的老板 那后来也因为受老板的挖角 而加入Toasteria的团队 Joy说呢 其实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餐饮业 会成为自己往后人生的重心 但也因为这个无心插流的尝试 让餐饮的这个新的元素 进入了他的生活 撞击他已知的生活圈 那也产生好像有别条直牙 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开端 二 Joy在一次的欧洲征选旅程中呢 第一次怀疑舞者这条路 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开始问自己说 成为舞团的舞者 究竟是我的梦想 还是别人的梦想 那个性很外向的他呢 知道舞者是一个 必须要很专注在自己身体的训练上 然而Joy认为自己 很喜欢这个产业 可是却又不想要被这份职业 给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因此呢 他开始迷惘 像我们一样他也不知道究竟要放弃自己 已经耕耘十多年的事情 还是要拥抱新的面向 所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 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呢两者兼具的持续去尝试 那这个尝试呢也不短 他其实就尝试了三四年 他也开始发现 经营餐饮 其实他经常要招募新人 就是留不住人 所以他也开始意识到说 自己好像没有好好的把 心力投入在餐饮业上面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又再一次面对到一个交叉点 去感受自己究竟是想要花多一点时间 在舞蹈上面还是餐饮上面 那Joy也发现 其实到后期他在舞蹈 还有教课上面的兴趣 都出现了转移的迹象 反而在餐饮的部分呢 他想要更努力的去补足自己 不足的技能 包含学习企业 还有人才管理的课程 因此这些征兆的出现呢 也让就是到底要投入哪一个领域 这个答案呼之欲出 因此经过这么多年 Joy也终于把舞蹈这件事情 退居幕后 作为自己的兴趣 全全的投入餐饮的行列 三 Joy提到 当初其实爸妈 对这个职业的转换是很反对的 妈妈甚至认为说 从国小就花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金钱 栽培你成为一个专业的舞者 今天呢 你却选择去做一个 甚至层次更低的端盘子的工作 那Joy表示 他虽然当时是很受伤的 可是也可以理解妈妈的想法 因此呢 他邀请妈妈到图斯利亚用餐 让妈妈理解他的工作环境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家人今天反对 很多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 而你的任务呢 当然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你究竟为什么喜欢 当家人能够理解 通常也更能够去体谅 转职的这个决定 Joy也说 其实自己也致力于改变餐饮的生态跟文化 不管是加入更多的内训课程 福利制度 都希望呢 未来是可以改变台湾的餐饮的生态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我个人很喜欢Joy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 梦想不是一成不变的目标 它是随着人生经验的累积 与你的灵魂更贴近 那我也相信 植牙不该是一种限制 它是组成你理想生活的其中一个元素 所以希望呢 今天的内容对你来说有所启发 现在呢我要来阅读我们今天的听众留言 今天的听众叫做 黄SWH 他写说 很喜欢摆脱无力感 那一集的内容给了五颗心 非常实用的阅读心得 觉得很棒 很喜欢这一集 也谢谢你的留言 如果说呢 你听完这一集的节目 觉得有带给你一些收获 一些启发 我也希望呢 你可以帮我到Apple Podcast 上面打心 评分 还有留言 在留言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哪一集 也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喜欢这一集 对我来说的帮助呢 会非常的大 别忘了按下订阅键 并且呢 把这个节目 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或者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我希望你在留言的时候呢 也可以为这个节目 留下五颗心的评价 让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被更多人听见 假设呢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想法 都欢迎你呢 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呢 和IG的账号一样 是GUIK.co 你可以分享你的截图 到IG story上面 并且配个我 让我知道你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 觉得最大的收获跟启发是什么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 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而且还听到最后 我是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说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次见咯